在笔记本电脑领域 Intel和AMD的竞争一直是非常火热的 其实在很久以前 AMD移动处理器的性能非常差 跟Intel比连提鞋都不配 贴吧里更是有i3秒、i8、i5轰尘渣这种经典语录 2019年 AMD的Zen系列处理器首次搬上了移动端 7nm工艺加上先进的架构 打了还在挤牙膏的Intel一个措手不及 价格反而更加便宜 彼时AMD S的呼声响彻了整个笔电圈 AI两强争霸从此拉开了序幕 而如今我们走入了这场对抗赛的第三个年头 年初Intel发布了第12代酷睿i7-12700H AMD这边则是用R7-6800H来迎战 这两颗处理器到底谁强谁弱 搭载它们的电脑到底有哪些优势 有哪些劣势呢? 为了搞明白这个问题 并且尽可能精准地控制变量 我们在京东自营花钱买了两台不同版本的天选3 做一期两台的直观对比 目的就是想知道最新的AMD和Intel处理器谁强 强在哪里 另外哪些方面还有不足呢?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OK 先让我们来快速过一遍配置 两台电脑的显卡都是RTX3060 支持动态功耗增强 最大功耗为140W 内存为最新的DDR5 频率4800MHz 固态硬盘512GB PCIe 4.0×4速率 屏幕是2560×1440分辨率 165Hz刷新率 100% DCI-P3色域的IPS面板 参考售价 Intel这边我们买到的价格是8999元 AMD这边则要便宜一些 8299元 定价策略上 Intel在相同显卡的机型里普遍要比AMD更高 外观方面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 AMD和Intel除了外壳颜色和贴纸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外观细节 我们在之前的天选3首发视频里有解说 这里就不重复了 不过Intel的其中一个Type-C接口是雷电4的 而AMD则是没有雷电协议的授权 就只能用普通的C口来代替 在最大的连接速率上会低一些 接下来就是本次评测的重头戏 处理器 Intel这边 I7-12700H是Intel的第12代移动端酷睿处理器 虽然详细分析我们已经做过了 但是为了让不了解它的 或者说第一次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更加了解 我们还是来简单介绍一遍 它采用了10nm工艺 8个大核加6个小核一共20线程 不仅是大小核 内部的微架构和11代对比变化也很大 新架构带来的IPC的提升 意味着单线程性能相比之前会有进步 同时大小核的异构设计 多核性能的表现也值得期待 AMD这边 R7-6800H是移动端6000系列锐龙处理器 工艺是台积电的6nm 属于7nm的改良版本 规格仍然是8核心16线程 CPU架构是Zen3 Plus 也是改良的版本 直白的来说 AMD上的这颗R7-6800H 实际上就是5800H的工艺改良版 性能提升更依赖提频和改进散热 这么看 甲高的这回居然是AMD 其实硬要这么说的话也不完全是 今年的游戏本上了新DDR5内存 两家的处理器都支持 不过Intel这边也保留了DDR4内存控制器 从省钱的角度考虑 这个做法会比AMD的一刀切更加亲民 另外6000系列锐龙加入了上一代缺失的PCIe 4.0的支持 硬盘性能跟Intel也持平了 OK 了解完了纸面数据上的变动 我们来通过实测来对比一下它们的性能差距 首先是单核性能部分 Cinebench R20单线程测试 i7-12700H的得分为698分 相比11代提升了接近20% 这里我们补充了R15和R23的成绩 分别是261和1813分 也有类似的提升幅度 Intel的12代处理器更换了全新的V架构 IPC相比前代又有了提升 因此单核性能有明显进步 相比Intel的换架构 AMD这边的手法就更加简单粗暴了 频率给我往上加 加到冒烟为止 得益于工艺进行不难 6000系列相比5000系位容的频率更高 但可惜相比12代Cure R76800H的单核性能 依旧有些落后 毕竟架构只是改良 没有更换 那这个表现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我们也测试了R15和R23的分数 R15的落后幅度更小 R23与R20的差距幅度类似 接下来是多核性能 我们从Cinebench R20循环测试入手 很明显 单核性能占优 核心又是大小核协同计算 R712700H在这里的表现要更胜一筹 R15次循环 成绩在6400-6500分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买的这台天选3和首发测试的工程机 成绩有些出入 主要问题在温度上 跑分过程中 Intel版的天选3大部分时间都是顶着95度温度强 功耗也受到了温度强限制后降低 平均在80-90W之间 大核3.5GHz 小核3.0GHz 而AMD这边由于只有8核 那得分的确要更低一些 但是散热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温度不会撞强 最高在90度出头 功耗稳定在80W 频率4.2GHz附近 感觉天选3压这个处理器刚刚好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这一代Intel处理器的性能 的确要比AMD更强 但是对散热的要求也并不低 温度撞强这种情况 我们不仅在天选3上发现 惠普暗影镜零8 戴尔 G15也是这个问题 除了像联想Y9000P ROG 枪神6这种散热设计非常优秀的型号 主流一点的模具 在压制这颗14核处理器上压力不小 虽然散热难做好 但是压住之后那个提升是实打实的 就算同样是跑80W 那I7依旧要优于R7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是散热差一些的游戏本 或者说是全能本 那两颗处理器的性能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同样把功耗限制在 45W和65W两个档位进行一系列的性能跑分 在65W的情况下 Cinebench R20的成绩 I7依旧是领先R7 领先幅度大约8% R23的幅度类似 不过除了渲染性能以外 X265的编码性能测试 65W的R7 6800H反而是比Intel的成绩更高 反超幅度大约8.7% 7Zip解压缩测试 压缩性能Intel更强 而解压缩这边反而是AMD领先 可以看到 然后在65W的情况下 AMD的能耗比优势还是存在的 渲染性能仍有落后 但是幅度变小了 部分针对AMD优化 或者说没有做好大小和优化的软件 R7的性能和I7互有来回 那如果再降低到45W功耗呢? 这个时候R20的成绩就持平了 R7 6800H也能跑到4700分 R15里头 R7甚至反超了I7 领先幅度6% 另外 随着功耗降低 X265和7Zip的成绩下滑 对于I7来说也更加明显 显然在多核性能方面 14核对功耗的渴望是比较高的 在没有充足功耗支撑的情况下 R7并不比I7差 甚至低功耗下 R7在某些应用里的表现会更好 除了CPU性能 两者的显卡性能我们也横向对比一下 结果发现分输几乎表现一样 Superposition的教室场景差距最大 但是幅度也在1%以内 那么是不是除了CPU 两台信息就没有差别了呢? 嗯 还有内存呢 两台电脑搭载了DDR4800MHz的内存 型号相同 都是三星的 在Intel平台上 读5万8写5万8 延迟97纳 而AMD平台这边 读显会稍微弱一点 但是延迟的表现很好 从结果来看 Intel的内存带宽相对更高 AMD的内存延迟相对较低 都很烂 OK 看完了理论性能 下面是两台电脑的实测游戏表现 这两台天选3都支持了独显直连功能 我们测试采用了冷切换直连的模式 性能档位默认选择增强 首先来看一下网游这边 DOTA2全高特效 录像回放 i7-12700H优势不小 无论是2K还是1080P均领先了20多帧 DOTA2的高帧率依赖单核性能以及内存性能 而Intel在单核性能的表现更好 因此帧数也更高 同样的情况 CS构力也出现了 1080P下领先30帧 2K下领先50帧 像这类帧数高并且依赖单核性能的网游 Intel更胜一筹 到了单机游戏这边 老牌大作古墓丽影暗影 2K分辨率下的帧数几乎打平 降低到1080P Intel的帧数小幅反超 主要是2K分辨率下 特效全开之后 性能的瓶颈主要集中在显卡上 大家都用的是140W的3060 性能分不出个高低 因此差距不会很明显 如果降低到1080P 那部分场景显卡负载变小 这个时候 其他硬件的性能差距就会有所体现了 如果是一些更注重显卡性能的单机游戏 同位3060显卡的两台机器性能差距会更小 比如说地铁离去 两种分辨率下都只差了0.5帧 几乎可以算是误差了 地平线5 2077 消失的光芒2 战锤3也是类似的情况 同样 热门游戏二灯法环我们也试了下 虽然锁60帧 我们没有办法定一个合理的测程 但是从实际游戏的采集录屏来看 两台电脑在同样场景下的帧数差距太小了 都可以流畅运行 创意设计能力 我们选取了Adobe 3000套作为测试项目 PSAE在Benchmark里 Intel有12%左右的领先 PR的分数领先更大一些 主要是因为PR测试里头 Intel的和谐编解码加速起到了作用 在回放部分分数更高 因而影响到了整体的得分 另一部分是工业相关的软件合集 Specview 2020 这个部分更考验机器的图形处理能力 由于两台机器搭载的都是3060 因此总体分数差异并不大 个别小项分数会受CPU和内存的影响 但是并不是性能差距的主要原因 简单总结一下 在大型单机游戏中 绝大多数的瓶颈都落在了显卡上 因此无论是Intel还是AMD 制约游戏帧数的还是这张3060 尤其是大家都有独显直连的情况下 无论是测试得分还是实测的体验都相差无几 而如果是玩一些没有那么吃显卡 帧数比较高的电竞类网游 那Intel这边会有一定的优势 创意设计相关的内容 Intel凭借着核显以及多年来和软件厂商的合作优化 还是占据了上风 不仅是性能领先带来的优势 核显优化也让剪辑内容如鱼得水 纯工业生产能力的图形设计应用 两颗CPU各有优势 想要进一步提升还是得看独显的性能 OK 接下来是两台机器的内部对比 它们的拆解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 卸下底面的全部螺丝即可揭开后盖 拆开一干 两台电脑可以说是完全一样 下方是电池 容量均是90Wh PCMark10的线单搬弓测试 混合模式下两者的表现接近 但是纯核显模式下 AMD的续航时间长了一个多小时 看来AMD在续航方面的表现更好 固态硬盘两台电脑都用的是512GB的容量 PCIe 4.0速率 Intel这边是美光3400 而AMD这边则是PM9A1 根据经验来看 物料是混用的 因此跑分仅供参考 之前有传出Intel版本在固态硬盘的4K小文件性能异常 我们这里暂时没有遇到 网卡部分 Intel版本支持CMVI 用的是自家的AX201 而AMD版本用的是联发科的MT7921 均支持WiFi6 最后是散热 可以看到 两台机器的散热模组均为双风扇 无热管 针对供电元件有细微的改动 除此之外 应该是没有本质差别的 我们通过烤机测试来对比一下两者的表现 室温25摄氏度 单烤FPU i7-12700H 94度 85W 大核频率3.7GHz 小核3GHz 而76800H 84度 功耗65W 频率4.0GHz左右 可以看到 AMD这边的温度显然还有散热余量 这里我们通过手动模式 把功耗限制放开 此时 两边的温度相同的情况下 6800H可以跑到72.8W 频率全核4.1GHz 比默认增强模式高了0.1GHz 提升很小 单烤显卡 两边都是140W 80度左右 频率在1900MHz附近 增强模式双烤 Intel版是45加115W 温度分别是90和84度 CPU2.4GHz加2.2GHz 显卡1762MHz AMD版本是37加122W 温度分别是87.3和82.8度 CPU3.175GHz 显卡是1815MHz 为了方便与Intel版做对比 我们关闭了Dynamic Boost 并且将显卡功耗锁在了115W 同样双烤30分钟后 CPU温度93.1度 功耗45W 显卡84.8度 功耗115W 很明显 两台电脑散热能力相当接近 总功耗差不多都在160W附近 AMD处理器的积热问题这一代依旧存在 而76800H在温度接近的情况下 功耗不到75W 比Intel的版本少了10W 不过对于这两颗CPU来说 提升散热能力 Intel版本的性能增幅会更大 但是AMD版本的提升就会小很多 编辑效应更明显 接下来是表面温度 两台机器大致相同 键帽最高温都在中间偏上方的核心位置 在47度附近 常用的WSD区域方向键都比较凉快 噪音测试手法我们更换了测试流程 用了新的分贝仪 在笔记本的水平距离15公分 高度30公分的位置进行采集 尽可能还原人坐在电脑前听到的真实声音 两台电脑的风扇用的是同一型号 因此噪音表现也是几乎一致的 环境在31.8分贝的情况下 噪音为53.7分贝左右 好的 看完了上面的所有评测 相信大家对这两台电脑应该有一定的认识 本来应该是总结这两台电脑的优缺点 但为了方便大家更直观的对比 我们通过六边形图来横向比较 首先是价格 AMD版本的参考售价是8,299元 英特尔是8,999元 售价会稍微高一些 CPU性能方面 英特尔版在单核多核全方位领先 但是图形性能两者搭载的是同规格的显卡 因此表现几乎持平 在功耗以及核心温度部分 两台机器在显卡CPU双百载的情况下 两者的散热总功耗相同 但是AMD的CPU会热一些 单口StressFPU时 酷睿版能够做到85W 95度 而锐龙版只能有73W 95.1度 个人猜测造成差距的原因 除了12代CPU本身发热面积更大 更好压之外 还有AMD6nm工艺所导致的更严重的积热问题 不过面对i7-1270DH 天远3的CPU散热是明显未不保持和处理器的 现在完全发挥它的性能 仍然需要升级更强的散热模组 表明温度以及噪音 两者的表现十分接近 相比上一代最高温度会更高 但是常用键位控制的还不错 最后我们跳出天选3 纵览一下目前的游戏本市场 再来对比Intel和AMD各自的优劣势 第一 首发搭载AMD处理器的机型非常少 去年几乎所有OEM的厂商 都是针对同一款模具 做了两种芯片的版本 至少在主流游戏本里 我们都能很轻松地找到对应的型号 而今年首发期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目前只有天选搭载了最新的6000系列锐龙 其他厂商的锐龙版压根就没上市 第二 Intel处理器的游戏本 对于散热的考验更加严格 就算天选3的散热提升很大 但是面对14核心的I7-12700H 高负载家依旧会撞到温度强 如果只是华硕一家的问题 那就算了 可同样情况 我们在G15 暗影8上也碰到了 去年可以稳压11代酷睿的模具 今年想把12代酷睿的性能完全发挥 真的不太容易 而12代酷睿的多核性能优势 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散热条件充足的前提下 这就引出了我们下面的第三点结论 第三 低功耗下AMD处理器的多核性能表现 不一定会输给Intel处理器 从控制功耗的结果来看 6000系列的锐龙在45W 65W这两个低功耗的节点下 成绩是和Intel接近甚至是反超的 对于一些散热表现一般 甚至是比较差的机器来说 R7和I7的性能差距可能只反映在单核性能上 多核应用的差距并不会有高功耗时那么明显 第四 对于纯游戏用途来说 两台机器的表现其实是接近的 这两台新的游戏本进步的地方是CPU和内存 显卡只是提高了10W功耗 对于游戏性能来说提升太小了 绝大多数吃显卡的游戏 两者是根本挖不出区别的 再加上AMD也是正式独显之连 两者的区别就更小了 在帧数偏高一些的游戏里 Intel确实有优势 但是有优势就得多花钱 额外的性能提升从性价比的角度考虑 我个人还认为AMD的性价比其实更高 第五 新品的性价比不如老品 在我看来 新的Intel处理器性能提升幅度很大 不挤压高确实值得表扬 但是功耗问题依旧是一道坎 必须得卖过才能实现全面领先 AMD这边 价格仍然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挤压高式的升级很难得到我的认同 不过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考虑 无论是新的AMD还是Intel 目前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性价比相比去年的满血版机型 对吧 我说不下去了 如果你只打游戏 预算已经到极限了 那没有必要强迫自己 非得买新款 去年的满血版显卡机型反而是更优解 交路买本心得 帮助电脑小白 这里是笔8评测试 我是猪王 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可及时获取最新资讯 如果想看到更多的笔记本电脑评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是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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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刘星 帮金 我是猪王 在家里子 我 我 我 你 是我